可能副市長是33不曉得有沒有關係 來我先請教仁俊哥 你怎麼樣來看 為什麼話題王是由高雄市長陳其邁給拿下 我覺得這個因為這個話題的部分 當然他從網路聲量上面來看 他會有正負聲量 所以如果大家有興趣可以去看一下 不過看起來應該就是說 在網路上面被討論的多 不代表對你的這個 所謂的整體聲量上面來講 雖然感覺上數字是有增加 但是正面的部分是不是有所改善 我覺得這個真的是你可以從數據上面去看 所以剛剛提到就是說 北市府在這一次當然被高度放大 那放大的原因是因為柯文哲過去有一段時間 一直不斷的針對疫苗 或者針對防疫的這件事情 有他各自的看法 那我認為大家為高度關鍵他 包含到像高度關鍵這個陳其邁的意思是一樣 因為雙方都有所謂的這個 所謂的醫療的這個背景 所以相對的當台北市在這一次的整個 用他的方式來進行施打的狀況的時候 就會凸顯出一個狀況 我必須講 就是說用網路預約或者善用這個網路是一件好事 但是它不代表你就是一個進步程式的象徵 因為即使你今天用了一個網路預約的方式 可是如果你的施打沒有辦法 按照你原先所預想的那樣的時候 很多人就會覺得你整體的政策 執行起來就是失敗的 我舉一個例子 你看當年記不記得當時我們在講這個 公投跟大選綁在一起的時候 那個時候中選會也做過很多的模擬 講說一張票這樣過去 幾秒我就倒了 結果呢 結果大車了 為什麼 因為他沒有考慮到叫做真實的狀況 我們回來看台北市的這一次 就是剛剛這個許醫師有提到 你一方面跟人家講說 我有網路預約的方式 可是另一方面 你又擔心有一些人不會網路預約 所以你又讓他有一個就是說 我各自沒有預約到的 我也可以安排來施打 這就是在西元這一次裡面 他出現最大的一個問題的來源 也就是你在網路預約的時候 好像百幾個而已 結果沒有網路預約了 二、三百個 你倒起來 結果西元醫院就發現到說 第一個 我如果今天用我西元醫院那個道行 因為那個地方我們常經過 說真的他的門面也不是很大間 雖然他是教學醫院 但是他不像是剛剛我提到就是說 你台大醫院有很大的腹地 有很大的空間 他沒有 他門口就是這樣而已 你不敢說 這個要讓他打這個 這個所謂的疫苗診的人 我每天都一直給病人 他有他實質的困難 那這就出現了另外一個狀況就是說 當他如果把這些人 自動又把他分類 可是你明明自己就知道說 其實有很多人是不會上網的 那我們只問一件事 你為什麼不乾脆一開始就把這一些人 當作你就是用不會上網的狀態 你就一個一個就去幫他發布 反正你都要跑這一趟的流程嘛 結果不是 你現在分了兩邊照之後 再來重複去Double Check 那問題就回來了 昨天其實整個的狀況變成是 晚上11點多 衛生局打電話給西元醫院的承辦人說 你也可以來領疫苗 承辦人斷拿口你知道嗎 你跟三個一趟 你告訴我你趕快要領 我是要怎麼領 這是第一個 第二個 就西元醫院來說 我認為因為今天早上 黃山有去看過 那雙方對這件事情 大概有達成一個共識 就是溝通上面出現狀況 但是如果只有單純溝通的這件事情嗎 也就是當你西元醫院 你發現到說我真的來到我才有400人 結果我一個下午打不完 所以我認為我應該可以在早上的時候打 你把這個訊息放了出去之後 你昨天晚上沒有領到疫苗 所以就你這個醫院的端倪 會覺得就是說 我就是沒領到 所以我今天早上就沒辦法做 市府說沒有了 我沒有跟你說 我沒有同意你早上去 我是跟你說所有人會打 那問題就回來了 西元醫院是唯一一間嗎 我覺得現在對於整個 這個台北市的施導的狀況 當然其他各縣市也都是一樣 我們現在看到有一些縣市 當然有一些微幅調整 比如說在施導的年齡層的方面 你看有的85歲 有的87歲 有的86歲 為什麼 因為他以85歲做一個界限 如果你人數有夠 那你基本上就這邊打 那如果你還有一些餘育的話 你就往下修 所以你會發現 每個縣市都會有一些調整 但問題是 如果就一個台北市來講 我不認為會有這麼複雜的原因是 你85歲的以上的人口 我不認為你會複雜到 這麼這麼乾口 所以你會看到的是 當你在辦公室裡面 用你所謂的SOP的流程 去設定說 哇我幾點來幾點到 我就說真的 我有很多朋友 他年會比較大 他說 你跟我說不可以遲到 所以不可以遲到 我只有選擇一種方式 因為我卡住 你知道嗎 所以我早點到 結果我早點到在那邊的時候 我死了 有什麼事後沒想到說 這些人會拿雜貨 你知道嗎 結果你跟一句說 你這麼早來 你知道嗎 你叫人家怎麼辦 所以我就想 我剛剛就講說 為什麼在上一次的時候 其實全國都得到一個教訓嘛 開票開到你後 那些投票告訴你 這一次其實也是一樣 就是不要把所有的東西 試圖用數據化的方式 就告訴大家 講說哇我這是一個進步程式 不是這樣做的 當所有的民眾 在這整件事情 透過你的安排 結果他完全感受不到便利性的時候 這就是一個失敗的一個做法 所以我覺得 就今天早上 他們當然有溝通過了 那就講說這樣才從不打 可是問題是以後還會有很多 今天85歲以上的長者 這麼幾個而已 你後面還有大規模的施打 我覺得這比較可怕 你知道嗎 就是說當疫苗到的時候 近々大家都在說 我跟你說要大規模施打 結果我現在都準備好 就等中央疫苗到 因為柯文哲之前6月2號 他就講說 快打計畫 我已經傳便便了 他就是這樣拍胸部 我就說我們沒問題 你來2萬 我就有2萬的這個 你來20萬 我就有20萬的能耐 不是這樣嗎 對 所以我就講 就是說一開始的時候 大家都說 我準備好了 摩拳插掌 你疫苗來我就打 那第一天 我覺得多少都有一些 混亂的場面 那問題就在於是 我覺得大家會看的 就是叫做態度 比如說我剛回來看 你剛提到是 陳吉麥的聲量 跟柯文哲的聲量 那我其實看到的另外一個部分 就是說很多人在網路上都說 哇高雄打得好棒啊 你看那個規模怎樣 那你回來看陳吉麥 陳吉麥是道歉的 為什麼 因為第一時間真的也是混亂 所以你透過媒體 我看到三立有做了一個新聞 就陳吉麥在那邊 直接對兩個局處長 就直接去質疑講說 為什麼你這個會混亂成這樣 我認為那就是一個真實的狀況 所以當你遇到問題的時候 怎麼樣在最快的時間進行調整 那柯文哲的那個方式其實是比較不好 也就是說他媒體呈現出來 就是說你怎麼這麼早來 你就早一點 你告訴你幾點來就幾點來 現在才發現到說 有的你也不敢說幾點 你只說一個才氣而已 所以我才氣可能運動之後 說快點我怕遲到我就比較緊急 結果你到最後塞了 所以這就是沒有把人性的這個部分 放到你的預先的這個規劃裡面 所以我覺得接下來還有很多天 要再繼續施打 那這個狀況 你要不要去進行一些的調整 因為對台北市府 來講他希望落實到里的部分 所以你看西元醫院是針對兩個里 那那個地方又是重災區 那可是如果就這一塊 大家當然希望就是說 你趕快把這個疫苗 施打到每一個人的身上 那今天早上出現這樣一個問題 後面的部分 就是你的規定 如果不能夠再發現問題的時候 盡快進行調整 如果只是一個說 你看今天西元醫院說什麼 今天西元醫院說 對真的就是有溝通上面的小誤會 中方都有 但是他也講了一句 請市府能夠諒解 所以我覺得這個對於第一線的醫護人員來講 當他在從事工作的時候 也希望官方能夠諒解他的苦處的時候 那就表示什麼 官方沒有真正了解到第一線 真正現在在這個階段裡面 他遇到的問題是什麼 你看台北的部分 你現在來要做什麼 好像是在檢討民眾的那種感覺 那我們再看看高雄 剛剛仁俊哥有講 高雄市長陳其邁 他是覺得說 有這樣的亂象 先跟你回歉 我先請教時期 我們來看 這個民調不曉得你意不意外 因為疫苗之亂 比方說好心肝 還有整個打疫苗的狀況 其實是亂七八糟的 你對柯文哲現階段 防疫表現滿意嗎 75% 非常不滿意 不太滿意的也有4.1% 你怎麼樣來看 的確啦 就是說因為台北市在昨天 第一天施打的時候 看到的各種神奇的現象 在其他縣市其實出現的 並沒有這麼的頻繁 譬如說在我們文山區那個地方 在萬芳高中打 那萬芳高中 他就是在一個山坡上嘛 然後那個巷子很窄 非常窄 所以你就算是要用開車上去的 你都不知道他那邊 能不能夠回轉 所以看到的狀況是什麼 就是可能87歲89歲以上的 這樣子的老人家 他的子女可能也六十幾歲了 也就是老人家推著老人家的輪椅 然後要爬坡 那個危險性是存在的 好那其實因為第一天 很多地方都亂 亂沒有關係 因為之前沒有遭遇過嘛 亂 可是你能夠在最短的時間之內改善 我覺得那個就是一個原則啦 那所以這也是難怪 為什麼會有那樣子的民調 八成 近八成的人不太滿意台北市昨天的那樣子的打疫苗 所以就覺得就有人下這樣子的結論啊 就是打疫苗怎麼像城市的障礙賽 就列出了台北市各種老人家在昨天遇到的那個難題 那其實這件事情就是一開始沒有造冊嘛 預約系統又又 但史奇你有沒有看到高雄 你有沒有覺得高雄的人的確 我覺得那個就是其實就是市長的態度啦 作為行政機關的首長 你有沒有愛名如此 他細心道連那個拉小提琴都請來了耶 他那個拉小提琴 我覺得那個應該是待會可以講 就是說他希望說知道每一個產業其實都因為疫情而受累 我能夠多救一個人 多救一個產業 我都要拼老命去做 所以他結合了計程車 然後在施打的現場去找了這個藝文界的來彈琴 然後來拉琴等等的 能救多少算多少 他是在盡最大的可能性去幫助照顧更多的人 好啦 那高雄市昨天也有一些狀況啊 所以陳其邁才發飆嘛 才罵人 罵人之後立刻改善 這是今天改善的結果 其實當天下午就改善了 就拉開了 他罵完之後就改善了 然後呢 今天的狀況是怎樣 高雄的老人家 你看 多素心 怎麼那麼剛好大家都在騎腳 對 就很素心有沒有 就是沒有一點焦慮慌張 因為他知道他會被照顧得很好 我覺得這個就是你碰到問題 你有沒有面對問題 有沒有去改善問題 高雄的確是一個可以讓台北市參考的地方啦 所以我剛才一直強調說 在病毒面前你真的放下這些無謂的堅持啦 不要這樣子凶巴巴的指責這個老人家 然後也指責這個診所 診所其實都辛苦啦 你覺得這些醫護人員 他拼了老命要打這麼多的人 幫這麼多人打疫苗 維持動線 他不辛苦嗎 他當然辛苦嘛 所以站在市府的立場 我會希望說 少一點這種 就是他的保護太強了 防禦性 防禦心太過高張 任何對於台北市提出來的這一些檢討 他都認為說 好 你在政治攻擊我 所以我要立刻予以反擊 不是這樣的 就大家都在面對一個艱困的狀況 你能夠做到最好 市民的幸福 那如果你要把市民覺得 哇 你們都是來挑毛病的 你們都是來對我做政治攻擊的 我覺得你永遠也不會做好啦 那作為醫生 我相信作為醫生的這些人 他們一定知道說要視病如親嘛 那作為一個首長 你當然就是要愛民如子嘛 那所以我希望 既是醫生 又是市長的柯文哲 能不能夠盡可能的 去體會到這兩句話 好 需要在加油的 有其他縣市 那其中南投的部分呢 看起來油要給吹下去 我先請教余江 我先請教余江